重回大雨灾后现场 残至落叶散落一地 塞瓷砖和土石几乎淹没整条路 连日滂沱大雨造成路基逃空 桃源平正顾林枝曲旁的防汛道路 25号晚间整个塌陷 导致四辆小货车掉落 车子横躺在沟渠中 懂谈不得 旁边水流湍急 其中一辆甚至直接泡在泥土污水里 警销人员出动吊车 慢慢将车辆吊起 受害车主也惊讽未定 想说是不是地下有水 警报器被水溅到 结果一走出来 车子就掉下去了 这段防汛道路大概塌陷了100公尺 塑星没有人员伤亡 有发现有一些排水的干管 进到我们的过林之群 会跟通所这边来讨论 看如何做一个改善 大雨也导致桂山幸福23街 土石摊崩 还压毁路边一辆小客车 泥土碎石全部落在马路上 挡住往来交通 警方赶紧出动怪手 全力抢通 平镇高峰路八项一栋大楼地下室 也发生30年来第一次淹水 因为下游石门大墩的水路被堵住 地下室淹成汪洋一片 水会高到人的腰部 摩托车汽车全部泡在水里 住户紧急用水管向外排水 由于封面将持续影响台湾 各地街可能有雷震雨发生 民众记得做好防雨准备 以免意外发生 记者刘志然 叶昀娜 桃源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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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